我们大概看一下你的Code是什么原因导致你这个地方啦 因为你刚刚是讲这个Search嘛 这Search为什么这里不用放这个I 为什么这样子会出Error 其实是因为这样子 你看你在这个TypeDev后面 然后你放了一个Employee Employee Emp 这个Employee他是一个Object 他不是一个Array 所以你在做Search的时候 记得C Language也好 C++也好 他们都是TopDown 有点东西会从上面看到下面去 所以他在看这个Search这个Metal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在用这个Employee Object 而不是Error 所以这里的话他其实是在用这个 它是一个空的Object 所以不管你怎样Compare都好 其实它都不可能是一样 而且更何况你Compare的是慢很有义的 我们会慢慢去Solve这些问题 OK 然后呢 为什么这个东西它不能放I 然后这个Employee 它又可以放I 因为 你看这里 又放了一个Employee Emp Obs 这个东西 它是叫Redeclaration 就是讲 之前有一个也是一样叫EMP的 可是它不是Error 所以 然后在这个地方 它 就变成一个area 所以 在这里的时候 你就可以放一个Indexing 给它 就放一个I 在这里 这就是 你问为什么 有时放I 有时不要放I 的原因 那样子的话 有什么解决方法呢 第一 第二 不同Type 的Function 不同Type 的Variable Declaration 是 我是觉得没有这样 就是我 觉得没有这样好 就是Practice方面 就是讲 你一个东西 它本来是String 然后你又Reassign它成Integer 或是它本来也是Object 你Assign它成Area 这样子的话 会 之后看起来的时候 会觉得很乱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不需要 就好 我们并不需要一个Global的Employee 来 因为它根本 它接下来什么东西都没做 嗯 然后 接下来呢 这个 DisplayAll还有Search DisplayAll Search 我看你的Search 是吗 OK 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 我们在做Function的时候 尽量让那个Function 只是 专门去做一件事情 很像DisplayAll 它会Display完全部Record 这个的话 你只放它 deploy 呃 呃 你只放它去Print header吧 但其实包括它的Record 本身也是可以用来Print的 要怎么做呢 呃 刚刚我讲了 就是 Function 要来做一件事 还有另外一点 是Function 最好是 不要有Dependency 什么叫Dependency呢 就是 呃 我这个Function 本身啊 我Depend on上面的Wareable 这个其实是 没有这样好的 因为上面的东西改了 如果它甚至连Type也换去了 这样子的话 这个东西它就会出现Runtime Error 比如说方法 就是 把你这个Function 你需要用到的Wareable 丢进Parameter里面 Parameter就是 那个 框框 那个框幅里面的东西 把它丢去里面再扣它 所以 呃 这个Display Or 它要Display什么 它要Display Record 所以 它需要的Data就是Employees 也就是讲 它需要 一个Employee的 Aerror Aerror OK 然后呢 它有这个Aerror 之后 Print的工作呢 就交给它啦 就是 这一个 呃 TotalEmployee OK Display Or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这个是Display Or 本来是这样子啦 那我放这个东西 这个 这个东西啊 它会用 这里的Employee 就是 我的Parameter的Employee 而不是去用 外面的Employee OK 所以 我的Function 我其他Code 根本不用管了 我只要管 这几行 就是我自己 这个Function Body 分身 OK 然后我Print了Header之后 我要Print什么子 这个I 我们Declade 是Integer 然后 这个20 本来是Hardcore 但是 呃 其实我们可以做它比较Hardcore 就是知道 这个Employee它的Size 多少就好 但是暂时先这样放先啦 嗯 然后 好 就这样子 所以Display Or 它就做完Print你的Header 还有Print你的Record 的工作啦 然后呢 这里的话 Display Or 它会有Error 为什么呢 因为我刚刚放一个Parameter Emp 把它丢去里面 嗯 这样子的话 你看 我的 做法就是 这个两个 哦 其实不用不用了 这个Dec 没有用到的话 也 也不用 我是觉得不用啦 然后 啊 我没有看题目啊 因为我 我 我只知道是 我本 就是 我心里想的 它怎样的那一个 Design 然后我来Design 这个Function 所以 我觉得 呃 跟题目是很重要 但是 呃 可以的话 就是想为什么题目 要限制我们 那个Function 我会想出每个东西的原因啊 我会想出每个东西的原因啊 ok 所以 TotalEmployee 呃 在写什么 我现在拿多了 拿多了 你print了 好 这样就是 增弃多少 我 Declay Function 就是我有20个 呃 Employee 在一个area里面 我把这个area 丢进来这里 Display完它 Display完了之后呢 我要做search 或者是viewrecord 也好 在它之前 我的 Io 我是习惯的是把 Io 放在 就是Io是 那种 when user要reput的啊 或者是怎样的东西 放在 main function里面 而不是放在 search里面啊 还是放在那里 所以我会把你的 search里面的 这一个 Please enter 什么 scan 放在 main method 所以 man跟year coun是干嘛呢 呃 我加 ok coun++ 好 coun是一个return的value 所以我需要 我有man还有year 然后 呃 问user要 man跟year 好了之后呢 search search的话它需要什么 来search 他需要 employee 的array 因为我们 我讲过了就是 呃 我习惯就是讲 不要有 function dependency on 任何一个 function 之外的 variable 这个情况的话 就是 employee 是一个dependency 所以我要把employee 当成是我们的 啊 parameter 的其中一个 然后接下来 还有 一份 好 这个是我想的 啊 search它应该要的 这个样子 所以呢 我的 display all 对啊 在这个地方啊 啊 因为我改了它的 pattern 所以 记得 function declaration 这里要改 然后search的话 也是要 改成 area of employee integer integer 所以 它这个会出问题 是因为我这里还没有改 好 所以 就进来 然后我要return一个东西是integer 为什么呢 因为 呃 刚刚我看到了 你要return那个count 就是你要算有多少个东西在 那个年份和那个年份 多少个employee 所以 这个东西还会return一个数字 给我们的main method 然后呢 呃 呃 接下来就要改这个啊 好 呃 这个是ok的 就是 你会做一个loop 然后loop 来 找每一个employee里面的东西 呃 但我想要verify一点就是 哦 其实啊 你的datejoin.month 它是一个integer来的 然后你的year也是integer 所以你不需要用这个string string compare 是专门compare string ok 所以 这个情况的话 你只要这样子就好 我的employee 就是i 的 月分 等于 月分 and 年份 等于 年份 好 这是什么情况 应该是没有事了 诶 啊 这是没有事了 然后 呃 primple print 其实并不重要啦 重要的是我要知道我的count 是多少 所以一开始我要initialize count等于 late 然后count++ 录完了过后 return count 所以这个function呢 它会 录每一个employee 然后找他的 月分 是不是跟我的user input的月分 还有我的年份 是不是跟userinput的年份一样 然后 然后 一样的话我的count++ 然后 这样子search也解决了 嗯 是不是很干净 就是我 display了过后 拿他的input 然后search 然后 接下来我又要拿input啦 view record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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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一样 我喜欢的方法是把input 放在 main method 然后呢 这个地方 enter id to fill 然后 id是 id是string 是一个collector 然后他有 这什么 id是 他的size 应该是4 我看 recode 他的id是 好 好 所以 这样 要找一个 呃 id 这是用来拿userinput的啊 然后我的size是4 好 然后 呃 scan input的话 我们是declay一个container 给他装 而不是给 一个已经有东西了的container 呃 不然的话 会override掉我们本来的东西 所以 这个情况 是用一个新的id 然后 一样 remove dependency for function ok view record 里面放一个id 这样子的话 我就 呃 放什么东西ok 它可以用来reuse 这样子 ok 这种 呃 可是呢 这个 这个 一样 要有 area of employees 和我的id 好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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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把 然后 然后 接下来 呃 view record 方圈本身要做 就 一样 我会做rooping 如果 这个employee 的id 等于 user input的id 这样我就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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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print怎么来 我要print 呃 这样 这个东西 然后 然后 呃 return return是代表 我们的return是代表啊 我的function它会 提早结束 就是 因为我print了一个record 了过后我就 我确定我id只有一个 所以我print了过后 我就 不用跑接下来的东西了 但如果我跑到 玩20个employee 我还没有找到 我要的东西 这样我要跟 user unable to find record to find record of the id 然后 然后 在这里 一样 一层 不用一层 因为它已经结束了 OK 这样子的话 点rure 可以做好了 然后 main的话 如果你 没有放它是integer 还是位 它by default 它会把它融成是integer 所以这个要把它放位 OK 就这样子 刚好15分钟 免费版的极限 等下我再test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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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